嗨,我是Paul 曾经很多人在问我说 他们要买相机,却不知道要买什么 可是有些他们自己却有相机的 可是他们又想买好的相机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 相机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买相机是最主要是自己的喜欢 自己说 我们最主要是喜欢它的效果 而我们拿的效果的手 拿那个相机的手感 最主要你是喜欢这个相机 那么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我是认为说 好像说吧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相机 可是你的技术很差 你还是不可能拍到好的照片 可是你很好的相机 不好的相机 可是你很好的技术 拍照技术 你还可以拍得很好的照片 当然是说你是专业 专业摄影师 你专门在装持 你当然是要一个很好的相机 还是wedding photographer 可是我认为这是我自己的认为 一个摄影师并不一定要一个很好的相机 所以我所讲过的 好不好还是在你的skill里面 你怎么去拍那个照片 你的构图构思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认为在一个摄影师里面 最主要是我们要拍个照片 是之前我们要注意我们要的风景 我们要知道这个风景 我们要知道我们旁边东西 不会有拉拉扎扎东西在你 在里面 所以在一个照片里面 是我们的构图是很重要的 一张照片最主要是说 我们要给 这些人看到你的照片 很满意你的照片 看得很舒服 而却不是说自己讲的说 我自己拍的很好 这是别人怎么看你的照片 所以我感觉到在外面 就一个摄影师 要这里要做wedding photographer 我认为一个形象是很重要的 说我们去电脑看一下 看那几张照片是怎样的 我所刚才讲那几张照片 我认为我们去电脑看一下 我拿那几张照片来给你看 给你认为 OK 刚才我所讲的三张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这张照片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的wedding photographer 他是studio photographer 他用的是Canon 5D 所以说算起来是蛮不错的相机来的 可是他的捕捉这方面呢 就没有这么理想 OK 我不喜欢这个照片的原因是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很不好 嗯 第一个原因是他太多光啊漏洞 这些都是漏洞 他有太多动了 所以变成这个照片呢 感觉到感觉到不好 那么他还有第二个原因呢 是他的这个天线 他没有把它处理掉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 是他这些树草 他没有把它清理 说不定我们在这个正照片里面 看得很 看得很不舒服 说到背景 我看了 我不喜欢他的背景 他的背景太难看 那么我们就看第二个照片吧 嗯 这照照片还不错的 我没怎么对这照片 没什么意见 是同一个一摄影师拍的 嗯 我是蛮喜欢这个照片 他拍的蛮不错的 嗯 在这个是这照片是我的那个孩子 啊 毕业典礼 他这个摄影师五个人一五人一住 所以他一个摄影师他四个人在 helping each other 所以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同个衣服 所以他们看见很重 他看见很重的 看见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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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只是一个样子 可是他们又是年轻人 刷链方面 刷链方面我感觉到他拍的照片 被一般啊 只是很普通啊 OK 让我们来看看一下 嗯 OK 他第一个原因呢 是太多黑影 他黑影太多了 说得不好 这个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脸上的光 他脸上的光太多了 其实他不太懂了怎么去用那个神光的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照片也是很不完美 所以我认为一个照片你表面看得很好 不懂的人他以为很好 其实我们懂的人看 真的看得很不舒服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照片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技术 我们很巧妙的去用这个照片相机 相机是死的 我们人是活的 所以我们头脑一直要变通 要想出那个方法 去把他弄得更好 这个所说的我们摄影师 说好像这些照片来讲 他用的相机是很好的相机 可是他不能拍很好的照片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技术的问题 所以说一个摄影师并不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相机 是要你有一个好的摄影师 但是懂得怎么去用它 所以这是我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自己相机 不需要改变 你只能改变你的相机 就只能改变你的相机 研究他的用途 研究他的用法 先了解才来用 会比较好 所以如果说 你一直在买相机 你永远不会upgrade你自己 因为为什么 他每个相机他也每个用法 你会自己会感觉到很乱 因为他的相机的 他的function不一样 他的效果也不一样 他的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你要先了解你的相机 才来去用它 study a menu 最好的 所以这是我的experience 谢谢你们收看